来看到词汇文教基金会之旅环保的推动 希望将新北市打造成为一座乐火的城市 而基金会就曾经针对过贯穿中永和地区的瓦窑沟 提出了再造的计划 那么这些计划日后也成为政府整治这一条沟渠的方针 瓦窑沟为贯穿中永和唯一的一条沟渠 与民众的生活息息相关 如何使它有一条蓄水沟变成贴近在地人生活的清水设施 词汇文教基金会在1997年 与阳光之友协会及地方代表组成了瓦窑沟观光运河促进会 推动瓦窑沟的再造计划 瓦窑沟一边是永和一边是中和 其实本身是一条利带 如果我们好好保留起来 那变成一个很长的4.7公里的一个带状公园 那我觉得说这个瓦窑沟的绿水的这种带状公园能够维持的话 对双湖地区的老百姓 他的生活品质一定是有帮忙 瓦窑沟沟的水质最为人所诟病 至今仍背负着臭水沟的污名 但林董事长认为他还是有机会变成清澈的水流 进步的做法应该是把污水截流掉 截流掉以后的水沟就是清澈 就像淡水游一样 慢慢两边都已经清澈起来以后 水都可以有附生 很多再生的遗类都已经再生 瓦窑沟观光运河促进会 持续的推动瓦窑的再造计划 还邀请专家学者列席 每一场的规划检讨会议 就工程面 就环保的角度 甚至还将文化融入其中 这些努力的成果 也成了日后政府整治这条沟渠的方针 不仅水质已经大幅的改善 而且淹水的状况也改善了非常非常的多 尤其最近新北市政府 在附近也做了很多的绿美化 小地方小地方的小公园 不断的涌现出来 那我觉得附近的居民 我们也得到很多的赞同的声音 所以我觉得就往对的方向 一直走下去就好了 不要再走回头路 尤其是千万不要加盖 陪伴着双和人共同成长 这条臭水沟也渐渐的脱胎换骨 拉近了与人类的距离 何时能达到基金会所推动的 全面清水目标 还需政府与民间的 通力合作 中佳新北新闻综合报道